没能力缺审美 是国内最神秘的两家设计公司 两家公司的大老板 从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这次在131509艺术展主场馆设计的招标会上 两家公司相遇 针锋相对 互互相仗 看到这个场景 其他投标公司纷纷摇头 均感觉中标希望鸟茫 直至三天后的奖标会 从未露面的两家公司幕后老板 同时现身 而迎接他们的 则是两家公司双双退出竞标的恶号 就关我 他的讯格 最优秀的 看个性格 我们没想到 他好 什么 所以 最优秀的 求求你 毕竟在那时 都帮助你 他重新的 录音 vable 胡总 胡 罗里巴索 黎梦商 奥天 英文名 罗里巴索 法文名 Lemontia 我正是 废柴能力有限公司的 总裁 我是刘总裁 刘扣扣搜搜 娇娇怂 我是废柴审美有限公司的总裁 我是废柴审美有限公司 董事长的独子 我也不知道前面那个人 怎么给自己加了那么多戏 名气那么长 大家好 我是霸油条 我是废柴审美有限公司的 技术总监 老模深算 观谈能力产 大家好 我是九马屁 我是废柴能力有限公司的 首席设计总监 胡总裁的左臂 迷人的小嘴 总能说出甜言蜜语 但是最近名称不太好 传闻总欺负下属 我是宝宝 请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赢得了小松总的信任 成为他的贴身心腹 大家好 我是齐摸鱼 我是废柴能力有限公司的 新进设计师经常被九马屁欺负 我呢对戴心商业组 戴心喝咖啡 戴心打游戏 有着独到的见解 没能力缺审美 是国内最神秘的两家设计公司 因为两家公司的大老板 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 这次131509艺术展的 主场馆设计的招标混赏 两家公司相遇了 哟 这是没能力公司的兄弟吗 太抱歉了 让你们又白跑了一趟 要我说呀 你们就放弃了吧 省着给我们陪跑挺难看的 哟 别以为戴着眼镜 就可以跟我撑胸道地 奉劝你们公司各位一句话 吹牛不要什么来着 大话不能说的太多 不然会很难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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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快醒醒 大家 呃 哼 哼 哼 啊 什么 怎么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梅博子公司 赢得了这次中标呢 嗯 嗯 你们不是 缺审美公司吗 嗯 我们两家可是死对头啊 怎么会一起喝酒呢 对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这新闻上写着 咱们两家都放弃了投标 我是不是喝麻了 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 耸总要喝麻 起码得一杯白酒吧 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有大家解开了身后的 酒公格情节线索 才能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六位嘉宾 已经登陈了 是由胡总裁 齐摸鱼 九马屁 组成的没能力队 以及小耸总 抱抱 霸油条 组成的缺审美队 那接下来 有请蒲总裁 为大家介绍 本期的总体规则 好 下面我来说一下 闯关规则 要求两组嘉宾 在规定的时间内 通过闯关 信息互换或讨论 集齐九条 隐藏在 酒公格中的情节碎片 完整还原 剧情的队伍 会获得胜利 如果双方 在规定的时间内 都不能集齐九条碎片 那么占领格子 多的一方获胜 最后 要求双方队伍 一起与观众弹幕 合作复原 完整的剧情 并且完成本期的 废柴不废 颁奖仪式 那么请两位队长 进行猜拳 你们派谁出战 总裁自己来呗 来吧 我闭着眼睛 你不用闭眼睛 我已经看见出啥了 剪刀石头 不 你别闭了 继续 剪刀石头 不 剪刀石头 不 换个人吧 能录不 能录不 换个人 换个人 九哥我们来 来 来 剪刀石头 不 我手白慢 你们先选 那我们就赢了 行吧 行 那九哥哥你说 我们应该选哪个 我的幸运数字呢 是九 你选九吧 那我们就选这个二吧 好 你们对的这个特征是吧 哎 触发了这个小剧场表演 这屁股还没做 就开始小剧场了 你们可真会选哪 小剧场表演 我的眼里只有你 参演嘉宾 九哥哥 抱抱 刘晓松 要求一人饰演服务生 另外两人饰演情侣 在佩戴道具的情况下 表演到餐厅点餐 以及甜蜜喂饭 这是怎么的 道具蒙在眼睛上 我们的眼睛上 我们的眼睛上 有个小洞可以看 开始吗 开始吧 来演戏是吧 咱们还演戏 开始吧 老伯 从现在开始 怎么了 我觉得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在哪呢 阿九 看到没 没看到 你还会呢 啊 演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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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东西带着蹦的 对对对对 是我是我是 是你在是吗 是我是 你在好 你在就好 你在我就放心了 哎 好啊 那好 欢迎光临 你们两位 欢迎光临废材餐厅 我们这里有果盘 芝士蛋糕 酥菜卷 花生米 蒜香饼干 请问你们两位要吃点什么 来你们看看 建议吃花生米 那就吃花生米吧 人家好久没有吃花生米了 来 好想吃 来 来 我就想请你吃个花生米 是的 你要是能录就录啊 你把老伯伯鼻在里塞什么 啊 互相喂嘛 互相喂 你给我喂的是花生米吗 你给那里头辣椒塞我嘴里了 这 你是不是 我 你是不是看见你 这个服务员好看 你想把我甩 我看不见 啊 我看不见的 啊美女要不要问你的老公也吃一点 来老公 哈哈哈哈 来 哈哈 哈哈 老公 哈哈哈哈 老公老公老公 我知道你本来的老公啊 老公啊 我无了 来啊 我不是我饱啊 饱了啊饱了就好了 人家能给你喂饱就不要看别人 哈哈哈哈 玩什么 好 好 我拿一个吧 好 好 哎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第二格的挑战环节 看你晕不晕 现场我们会准备了一张合集图 要求选手佩戴道具眼镜 通过30秒的观察 圈出其中不同的图片 数目正确 即为完成挑战 啊 这个看起来好玩 画30个不同的 即时开始 15秒过去了 画了第一笔 找不同是吧 哎呀 这么坏吗 这什么 这么牛逼吗 这手术 不是 这眼力 这是猛力吗 这是这样的吗 哎呦 哎呦我起这个眼睛是真正花呀 5 4 3 2 1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哇 唉 来数一下数一下 先数一下 然后画了几个 对然后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八个 九个 答案正确 好 不不 我要是没有记错 这个板儿 是不是我们第一期用的那个板儿 好 有请没能力队的全队主播一起前往修正区 他们搞定了呀 八把赢 没意思 缺审美有限公司办公室小松总在接电话 电话内头传来低沉的声音 这是让你接手公司的第一个大响 项目很重要 你们一定要努力拿下来 怂总叫 爆小蜜把霸油条叫来 和他严肃的传达了上方的最高指示 要求霸油条对其他公司进行 仔细地调查 确保本次投标准备重复万无一失 并且提醒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公司的方案 只保留一份加密后的副本 由霸油条保管 霸油条连声印下 看到旁边的爆小蜜眼周一转 想到了一个人 然后这个下面有我们队来选择了 是的 然后经过了我们三位队员深思熟虑 我们决定选择一个特别完美的数字 六 然后看一下六是什么 看一看 看一看 完了又是小剧场 啥剧场 请大声念出来 小剧场叫你俩有问题 参演嘉宾是爆宝霸哥奇怪剧刘晓 内容是霸油条向刘晓晓 小耸总举报 爆小蜜盒齐摸鱼私底下约会 两个人拒不承认装作不熟 霸油条各种找 查 小耸总很懵圈 报告 耸总 我发现我们公司内部可能有内解 你说 谁 就是你的小蜜 你的天生小蜜 不可能 那可能天别人生了 就是不可能 我做这个 不可能 我又没说天几神 你做什么 不是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啊 我现在在哪 是不是在我的办公室呢 啊 这个人是哪个公司的呀 怎么就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了呀 我是证人 我证明霸油条说的全都是谎话 对 你这个他是自己给自己做的哪有这样子的呀 没有 我是怂总的贴生秘书 你想想我们这么大个公司 这个没能力的进来干嘛 啊 我想听 抱抱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我们耸总的贴生秘书 你看老贴生了 那你刚才可没贴着我呀 我刚才看你跟他贴的可挺心理 那也怎么回事 你现在贴是不是有点晚 这个圈啊 离我远近好 哎 耸总 这个圈啊不要紧 我刚才那个 那个招标会还记得吗 他俩就没了眼去的 线下去要了微信 但可能就 有本事把他微信打开看一下 我冤枉了 你正清白 我没要到啊 天地良心 我到现在还没要到过一个女孩子的微信呢 那我想问一下 你也没要到他微信 你跟他也没有联系方式 你也不认识他 你来我办公室干啥呢 约不是那个 约什么 见面 哪个不是 这个圈不要进来啊 那个 其实真的是没有的事 我就是 约他出去吃个饭 你看 你拿啥约的啊 飞鸽纯熟啊 这不人都来了吗 他想过来约我 我拒绝了 我让他爬 对 但是我被拒绝了呀 爬远点 哎 松总 可能以后我更能相信的人 是我们的 爸总监了 有我贴你松总 有点像跳舞贼的句子 让我贴 你说的倒是贴呀 别贴 就自助 差不多了吧导演 很高 OK 全队配合 要求选手在60秒内使用吸管 将乒乓球分别放入10个空杯中即完成挑战 你靠你开始 你靠你开始 我觉得 看来怂总才是最能吸的那一个人呀 给妹妹点机会呀 别一个人吸完 他不在这做他在这吹 哈哈哈哈哈哈 哎爸哥 哪一个我在这里说 还是厉害 哎呦 真能吸入呀 哎爸哥这老蛤蟆上单的基本功还是出来了 哈哈 注意不要犯规哦 还有30秒 哇 走 哎呦 哎呦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咱们可以获得这个第六条线索 嗯 齐摩鱼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司办公室 然后这个霸油条 就跟这个齐摩鱼说 哎 九马屁是不是总欺负你啊 你帮我办件事 我跟你公司翻倍 让这个人是给你立刻发 offer 就是把这个齐摩鱼 让齐摩鱼给拒绝了 这个 就什么 霸油条说 别别别急着拒绝呀 一点兴趣都不敢 你不可能来我们这个办公室呀 这个时候哎 使出了美人计 让我们的这个美女抱小蜜 看见了这个抱小蜜在门口 把霸油蜜留给你 你不考虑一下吗 好弟弟 齐摩鱼低头思考了一下 抬头问他说 大哥让我做啥 我们需要得到这个 没能力公司的这个招标方案 霸油条 拔了一个U盘给他 方案设计完 都被九马屁删掉了 只有他的电脑里有 齐摩鱼很为难 哎 我们找黑客调查过 九马屁那天 订了个包间不在办公室 你直接去考 电脑密码G99 奇怪君有什么想想想拿的吗 他不是没有话语传吗 假装听一下 那我想我想选八 好那我们选七吧 好 选八选八选八 确实是没有 哎呀我们公司也是一个 很有 人 小剧场全挑没了 小剧场表演 小剧场表演我想涨工资 抽到本格小剧场的队伍 一人饰演老板 另外两人饰演员工 员工要以各种理由 向老板提出涨工资的要求 同时两名员工之间要互相打压 老板只要以各种理由拒绝 老板啊 老板我是那个 我还是齐摩鱼 我是那个齐摩鱼 我今天就毕业了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就是每天能从十个小时工作 变成十五个小时工作 我工作时长提升了一半 您看这工资能不能给我 稍微加点啊 实习生涨什么工资 毕业了再说 你觉得你为公司带来了什么 我为公司带来了 带 带来了很多条鱼 带来了欢声消遇 欢声消遇 但是我差点把我差点把对面公司那个小蜜也带过来 你知道我干什么 提押了我 别别话都说不利 所以老板 我娱乐主播起家 我我用你带霍成笑语啊 你来你说 小蜜呢小蜜呢 小蜜呢 那马上一会一会就拿下来 马屁 你老板我想涨工资 那不是一句话的事不得 想得多少 你说了算 那这样吧 扣我一切 找到你身 你看咱俩哥 不合适 不合适 不是吗 不合适 从公司建立这么多年来 你为公司所做的事 老板我看在心里 万万扣不得 扣他 你看看眼界的态度 要不然说不能给你掌工资 你看看眼界的态度 辞职了 一身见血 辞职了老板 他一句话直接就是 他直接就唤醒了我 马屁 他让我瞬间知道了 他才是老板 来哥你坐来 你看眼界的态度 你看学一学 想涨工资怎么涨 说吧 九哥哥想涨工资 老板我说句实话 自身而言的话 最近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的话 也不够优秀 我觉得出于这个 对于公司的一个奉献呢 我就不涨了 这次机会让给其他人 因为我觉得我何德何能涨工资啊 我每天只比别人多加班三个小时 我每天每个月 每一年我只休息一年 一天不是 一年只休息一天假 我何德何能啊 我呀 不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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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屁 涨不得涨不得 你这话说的我不爱听了 你说你不想涨工资 不想不想老板 你在教我做事 涨 马上涨 那我呢老板 我呢 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说小蜜 小蜜 不是 你是小蜜 我说加班 你想当小蜜 不是我当小蜜 我加班 我这十小时到十 余同事啊 你的思想觉悟还有待提高 学学 马屁书就是你的榜样 老板说的对呀老板 交得好老板交得好 学学他 你想涨工资 你就说你不想涨 那老板 我再问你一句 你想涨工资吗 老板我不想 好 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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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你看打到了 规则两队轮流上场挑战 每队六次推杆机会 进球多的队伍获胜 如出现平局 则加赛三个球 谁获胜谁就将占领本格 你老看球 你看洞啊 哦 太大力了 要轻一点 这差 这是差一点 温柔点温柔点温柔点 一杆的啊 嗯 第二杆 哎呦 两杆了 两杆 你们九哥要不试一下 嗯 来 小鱼 我是九哥啊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来 你们九哥给你们来一杆啊 看 哦 轻点 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啊 果然 我觉得 这天下是年轻人的天下呀 骗子 略轻点 没能力 来 咱话不先买 我觉得你的手感比较好 哎 这把你要是不进的 你们可就是功亏一篑了呀 九哥哥来 那九哥来吧 九哥一下没打过 那怎么行呢 你别抖我 我不抖 你看你更抖了 这个杆电动了吗 有震动功能 这针扶不过来 董董那你一下打六杆 当当感觉 故意让他们 可以 那我知道了 刚才记得有点小了 有点掌握这个力度了 力度掌握了 来一下的 来让小蜜来一段 坏小蜜 怎么总裁自己挥三杆呢 我跟你一样 你不要挥三杆吗 我挥了三杆吗 对啊 加油 我现在是全公司的希望 就靠你了 哎呀 太接近了 这一看八哥你是有希望的 我真的可以 他这个真的可以打 来啦 掌握到刚才的这个力度了 来 看到那个治疗果实没有 这个算吗 这算大洞吗 算近半个吧 我觉得 挑战失败了嘛 遗憾 那下面由我们来选择一个新的这个牌子去翻 我们肯定不能先翻这个把了 感觉这把挑战有点难度 对 我们选了也不一定能赢 也不一定能赢 有点难 咱们选个 10号吧 选个10号是吗 行 我来看看10号是什么 8哥不会是8哥 就你选这个绝对是好主 选完以后咱们已经朱定杨了 看一看 人生巅峰干嘛呗 人生巅峰 规则 两队PK 三局两胜 每队各派一人上场 进行轮流止beta搭叠过程中 十指beta倒塌的队伍失败 对方获胜 我的马 平衡数大师 这个杯子可以这么着放吗 必须得扣着放 哦 啊 啊 啊 我才看的 这个牌有点 九哥哥别看了 不是我在看他们节目我记自演 而且的话我就说句实话 欣喜观众 想跟观众互动 那你在这边刷藏谱图互动一下吧 点了 点了 这号不是我号 点了 我看这手机是你的那个 你是不是玩过这种 我没有 第一次 这是多少 56 56斤豆 56万斤豆 50万斤豆 哎呦不少560吧 点了 我踢你点了 哈哈 可以点一个特别像人 你不是 你别点太多 你点一个魔法图 看看扣多少斤豆 咱们就知道这56万斤豆 破 破 哇 我操 还得点四下 这是你点的吗 曲奇蒙奇 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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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还行吗 不是吧 不是 能不能别再往旁边热 哎呦 啊 不要抖 他这个 再碰一下就倒了的 然后 摸鱼 摸鱼 这难不倒你吧 摸鱼 想想啊 你得抖呀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没没没 当手就是因为你 寂寞大 哎呦 三局两胜是吗 三局两胜是坏人还是继续 来吧 那你咋 下面直走坏脚子 我一会就干你 哈哈 又开始死 那一会这把完事 好坏啊 这把完事就完事了 我们三局两胜 这局赢完就赢两局 就结束了 轮不到他伤 嗯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机会了 你是不是在抖 抖桌子 你是不是在抖桌子呀 我没有 我就扶了一下 然后我把手离开一点 别打情骂俏的啊 想想自己的身份 注意一下这公共场合 两边的老板都在的哈 是谁的秘书啊 嗯 好的好的 这么婚事还没同意 事业没了可以再早 但是爱情没了 这辈子可能就错过了 哈 哇 哇哦 哎 哎 别对了 这种危险 哦 哦 啊 你真的要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 别说话 不是吧 别说话啊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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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让人一追二 你说这通过语言来这个什么 好 两队打成一比 势均力敌 三死局了 犯人吧老板 那咱们就用这个中单霸主对战上单霸主吧 来吧 九哥哥 对面的点名了 来吧 干一下 来吧来吧 来来来来 这八九之间的恩怨 八九之战 油条和九 九什么 油条和马屁 嗯 来吧 今天 就在这订个输赢 就你叫小九的 我也不知道 王木霸就你一天 先猜权 随赢随先放 行行行来吧 石头剪刀不 哎 来吧来吧 来吧 八哥 八哥 那种快骑你知道吗 就啪啪啪啪 你啪啪啪啪啪 平常手不抖 一放上去手是真的抖 啊对 你还 九哥哥 九哥 哎呦 有点摆啊 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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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 用你的平衡指数 你阿木不打野这个平衡指数 一边咱俩不抖路 企业级拉扯 你你来个企业级的打野 来吧 给他拉回来 解释 加油 你如果说第三关你就输了 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嗯 让一追二破 这哪赢啊 平衡指数 三二一刀 三二一刀 刀 刀 强啊八哥 哎 哦 你来 哈哈 九哥别慌 哎现在压力给到九哥哥身上啊 哎哟 哎哟倒了 自作你也不可活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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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看好这个平衡找一个平衡点哎呦 没有 这场比赛好看啊 八哥你可以绕着场去观察一下他这个平衡点在哪 别过来 容易倒 哎现在倒的算谁的呀 算你的 怎么算我呀 没办法 别控制 别控制没病走两步 走两步 哎哟 嗯 还是老的辣呀 啊 爸你怎么来了 爸 副总裁和小怂总看见两个穿风衣的男子 几乎同时叫了出来 然后互相忘了 一脸错愕 那两个长得很相似的中年男人互相看了一眼 说不出的苦闷 沉默了一会脸色发黑的那个人先开口说 你们俩办的这都是什么破事 本以为你们两个公司一起抽手 这标稳拿了 另一个脸色铁青的人也忍不住爆发了 是谁教你们搞这么多划划肠子 不成气的刮娜子 快 带着你们这些废物手下 嗯嗯嗯 滚出公司 六个人面面相去 顿时明白了这几天他们做的事有多荒唐 蒲总裁看着小松总 原来你真是我兄弟 小松总也是一脸无奈 不如去喝酒吧 听说废柴惊样 推出了断片三天望悠久 今天喝整合适 选七 好 那我们选五吧 选七吧 所以已经出现内讧了呗 我想想 该内讧 其实都差不多 最后还是老板排板呗 行吧 可以 啊 什么 光盘拔河是什么呀 光盘拔河 这光盘拔河 哎呀 这眼神就避开了呀 投票已出结果 观众选择了光盘拔河 那来吧 来吧 来吧 计时90秒 我这里好像离我近一点 你别在这走没有没有用的 开始嘛 计时开始 哎呀哎呀哎呀行不行了 要反了 九哥哥你要反了 你反了 你反了 九哥哥反了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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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不对 你俩为啥越走越远的 哈哈哈哈 哎不可不得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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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九哥哥 你也没劲呢 哎九哥 妖姬妖姬有点老损了 啊 感觉妖姬有点甘骨眼光的啊 哈哈哈哈 咋样还暂停了啊 玩这游戏还能拉我哪边啊 还有时间九哥哥 哎怎么又不动呢 这怎么又不动 反而盘往九哥哥这边走的 我这也太费药了 妖姬要不要来个妈妈妈 这个太他妈咧 哈哈哈哈 还有三十秒 三十秒九哥哥 现在你是优势 八哥要反超了 八个石头人 哎八个石头人讲道理挺硬啊 给九哥哥干立正啊哈哈哈哈 这是他的答应 九哥哥挺生气啊 小杨一起啊 你跟谁俩呢 九哥你九哥 哎 你七十二五跟谁俩呢 十九八 七六五四 三 恭喜八哥 二一 时间到 啊 恭喜缺什么人 啊 脚步声越来越近 黑衣人把U盘拔下 踹进兜里 慌忙溜出办公室 拐进旁边的厕所 不住的喘息着 明显惊魂未定 走廊里听到一个人在接电话 我刚刚和他吃完饭 对 事情办妥了 总裁请放心 黑衣人回家 看了看这个古怪的U盘 心想着怎样交差 思索片刻 黑衣人拉开抽屉 翻开 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U盘 从应聘简历文件里 随便找了一个烤了进去 我大胆的猜测黑衣人应该就是 齐摩鱼 然后齐摩鱼 对 行选 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个5吧 来一个三连 对吧 对 行 行5怎么 我走了啊 我慢点走 我让你多歇会儿 我怕又是个体力游戏 晚上又派你上去了 体力游戏还要上 啊 评一下体力 九哥明显这个大汉里里的 是不是虚了 这是我们最擅长的游戏吧 你换我猜 要求挑战方指派一人根据指定词语做画 就是绘画的话 嗯 队友猜词5分钟完成 15个词语才算获胜 刺牌 对 好我来了 漂亮漂亮 半个上半个上 出来了 面包机 对 红衣机 20 我作为那个 我作为那个中立的啊 我提个那我给个那个厕所啊 痴呗一个痴呗 卫生间 卫 对 你你露出来点 你小鸭子 兔子 鸭鸡同鸭脚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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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 倒鸭子 四个字 五个字 下面是个啥呀 嘿嘿嘿嘿 你这 哎呦你全挡住了 赶牙上架 哈哈哈哈 牛啊 这什么 你都告诉这人嘴上那俩个啥子 这是个啥木鸟吗 哈哈哈哈 这是个啥木鸟盯人 唱歌 KTV 麦克风 对了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这是个 你那是个啥木鸟啃棒棒糖 哇 还有30秒 哎呀 这纯粹是猜的人厉害 哎 真的很甜啊 八哥你话挺耽误时间啊 怎么就你耸耸才一个人猜呢 哎呀这个他妈的太难了 秘书怎么不猜呢 搞一言堂 19 五指山 7 过 5 4 太难了 2 1 时间到 几个 8秒钟哪有这么坏啊 怎么来个来个没得经验 也行 也行 就到你的幸运数字了嘛 开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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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或 no 这个好像是那个问问题的这个 规则 选手本人看不到瓷卡 需要向其他队员提问猜测瓷卡内容 得到的回答只能是yes或者no 要求在五分钟内猜对两个词即完成挑战 五分钟两个词 来吧 呃能能吃吗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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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动物吗 yes 有可能吃也有可能不能吃动物 是 嗯 是鸟类吗 no 是琴类吗 no 是呃 是是海里的吗 no 是 陆地上奔跑的 呃 no 小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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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脚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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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我都还在场外帮呢 你们要不然咱都打不上海吗 是哺乳动物吗 yes 猴子 no 猩猩 no 给他带风天 吃素吗 yes 控制自己的表演欲 吃素的哺乳 两只脚的哺乳类动物 呃 国内看得到吗 yes 国内 大眼子大眼子 动物 熊猫 yes 下一道逼 来来来来 一个字 no 两个 no 三个字 是人民吗 no 是食物吗 yes 是食物 是零食吗 no 还有两分钟 是水果吗 no 是菜的名字吗 no no 你们难不难 难吗 no 简单 yes yes 别 flag 别理太早 三个字 不是零食 是水果吗 no 不是菜名 对吧 是菜名吗 no 小yes 小no 是菜系 yes 小yes 小yes 在国内吃得到 yes 在南方地区吃得到 yes 北方地区吃不到 no 北方地区也吃得到 yes 蛋炒饭 no no 不是菜名 又小yes 是菜蟹 还有最后一分钟 换 换 换得对 换得挺问题 是人民吗 no no 不是人民 吃的吗 小 no 两个字 三个字 是动物吗 no 是水果吗 no 是菜名吗 no 是菜蟹 no 40秒 三个字能吃 是零食 yes yes 哎呀这方面 对普遗星影响挺大 花生米 no no 呃 是需要 需要厨艺吗 no 可以生吃 还要20秒 no 是素菜吗 no 可以喝吗 yes yes 几个字来着 三个字 九 八 三个字 甜吗 六 yes 五 四 三 二 一 好嘞 时间到 哎呦 这个不可能 我有一刹那心都紧了 我以为他要送出答案了呗 我觉得yes or no 咱们也可以 自己体验一下 挑战一下 我是觉得yes or no是可以挑战一下 计时开始 一个字 no 两个字 no 三个字 吃的吗 no 人名 物品 对 生活用品 化妆品 no no 文具 no 哪方面的用品 你们不能回答 不能回答 哎 我没看见啊 这个三个字 物品 呃 是硬的吗 yes 对 是硬的 塑料的 yes 塑料的硬的 洗脚盆 no 日常家用的用品 yes 跟 是放洗手间里的吗 yes 放洗手间里的 啊 三个字 yes 很接近答案了 是不是感觉 yes 是跟洗脸有关吗 no 洗脚呢 no 不能洗脸也不能洗脚 三个字 马桶刷 no 哈哈哈哈 劈出来的 劈出来的 劈出来的也不是啊 差不多了 感觉马上接近了 你挺着急 哈哈哈 三个字的 塑料的 红色的 no no 多彩多色 什么颜色都有的 yes 肥皂盒 no 哈哈哈 牙耍子 no 牙耍子多来 四口杯 no 接近了吗 yes 这都跟刷牙有关系 no 哈哈哈 跟 洗身体有关系吗 no no 干活用的 no no 也不是干活用的 跟洗身体也没关系 小yes 跟洗身体有搓到筋 no 谁yes 哈哈哈 yes 洗脱口 洗怕水 no no yes 嚷嚷嚷 no 我告诉你王木霸啊 大小yes可以 你这个 不太行 哎你这压弓整能有点迷糊了 吹风起 yes 哈哈 恭喜答对题 10点被写头了 一个袋 no 两个袋 no 三个袋 yes 这个好难我感觉 吃的吗 no 小yes no 吃的 你这小yes 动物吗 yes 是动物三个袋 嗯 三个袋 是中国的吗 你常吃吗 你常吃吗 no 你不常吃 no 合理的吗 no 海里的吗 no 陆地上的吗 yes 陆地上的你常吃 有毛吗 yes 有毛 yes 中国的吗 这个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也不怎么吃 但是吃过 no no yes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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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的 能吃的 食力兽 no 牦牛是两个字 no 草泥马 no 还有两分钟 白色的吗 no no 黄色的 yes 三个字 能吃的 no 三个字小动物 动物园里有没有 有 yes 三个字黄色的 我已经接近答案了 三个字黄色的 三个字黄色的 黄熊 no no 三个字的黄色的小动物 小动物园里有没有 一分钟 中 鸭嘴说 鸭嘴都出来了 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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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不行 这确实踩不到这个菜哪哎这个可以嗯 一个字 no 两个字 no 三个字 yes 食物 yes 长匙 yes 东北菜吗 no 锅包肉 no no 穿菜 no no 南方菜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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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菜辣吗 yes 辣的啊毛鸡翁是什么 no 三个字 辣的 夫妻废片是吗 no no 三个有辣椒吗 yes yes 20秒都远了都远了 红色的 yes yes 马拉胖 no no 马拉半 no no 水煮肉片 no no 我放弃了 9我放弃了 8 只有3 4没选过了 我问你是不是国内的都爱 其他全军覆没 啊 其他选择覆没 没能力对选择挑战第三格 你说环色跟金又有差 你知道吧 其实很接紧 那是你很难说过的 观众投票互动环节又来了 九九春发表和成语大淘金 投票结束结果选择了成语大淘金 两队PK限时三分钟 从给定的成语开始进行交替接力 10秒内不能给出相应成语者淘汰 直至一方留有最后一人则挑战胜利 我们可以按照定一下交替的顺序 我们顺序 那就从外道理吧 从外道理 就小崇 我 然后爸哥 也可以 成语杰隆吗 对 成语杰隆 整得挺复杂 从外道理 就从外道理吧 从外道理 你 抱抱 他 爸哥 他 我 来吧 抱抱来吧 哦不对 九哥来吧 官方那个是什么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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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不思蜀 所然无畏 蜀 乐不思蜀的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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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年大吉可不行哦 蜀不胜蜀 这只要是蜀的音都可以是吗 对 音调可以改变 蜀 蜀 蜀不胜蜀可以吗 可以 蜀不胜蜀行不行 可以 那个是蜀 蜀木寸光 光 九 九 冠�要主 組 重上姬德 德不配位 确定有吗 有吗 种吧 别切抬 威风 八面 五 面面俱到 拉你自爆 我答错了 你又接 咱俩一起投胃 我做到了 他那个胃 八面威风 但是没有威风八面 但是我拉到自爆 没毛病吗 领导 好 那我们两堆各淘汰一位 这是我了呗 该我从道开 奇怪君继续 道义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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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三 道三第四 四 只有 颠三倒四吧 三二一 你再模仿我 好 爸哥淘汰 现在审美队只有 刘小松一人 是从四开始接吗 就爸哥没接上的是吧 道 刀山火海 海阔天空 空空如意 我接完了是谁接 空空如意 轮流 夜夜声歌 歌舞深屏 屏屏无极 骑行怪状 装神弄鬼 鬼 鬼迷 心窍 画跳 那个现场工作人员 说点心里话就行了 息息相关 关门造车 关门打个火 不能提手 六五四三 关门造车 那叫闭门造车 对不起 闭门叫造军 他们把想到的全说了 由于先生美队全队淘汰 所以这一轮没能力的获胜 哪下 总总裁作为文化沙漠 能跟我方几位大将连战三百回合 我虽然只剩到初一 但是我初一是语文科代表 没能力办公室 我们办公室 蒲总裁 这么趴在宽大办公室的沙发上 旁边有个壮汉 在给我按摩 叮当一响 电脑屏幕弹出 电脑屏幕弹出信息 你有新的邮件 我穿上浴袍 看着这封由加密地址发来的邮件 脸色微变 打开邮件只有一行字 写的是 拿下这一标 春节就回来吃饭 蒲总裁 替这个便宜老爹 管理公司已经两年 但是因为我是私生子 又跟了母亲的姓氏 所以始终见不得光 这次其实是我转正的好机会 我不敢怠慢 打起精神 立刻召集手下商量对策 我的得力干将九马屁分析的局势 认为缺审美 就是对面公司 是最大的威胁 除掉他们 我们的标就稳了 我表示同意 于是我就叮嘱我的手下们 不惜一切代价 要让缺审美出局 九马屁微微笑道 我早就盯着他们的 三人自有妙计 三人自有妙计 选吧 只有四没选过了 那我们就不得不选一下 这个四号了 对不对 可以选 小剧场模式 启动 哇 真的是小剧场 难道是假的吗 小剧场 题目叫做最佳销售 参演嘉宾是 蒲一星 爸哥和奇怪君 蒲一星饰演一个面试官 要求另外两个人 根据给定的房屋图纸 向面试官成功推销自己的房屋 每人抽取两次图纸 蒲总 讲 在这种喧嚣的城市 你是不是想找一份宁静 就是说 你住过来那些高楼大厦 你是不是也想 有一个自家的院子 平时种种花 啥啥 就种种菜什么 就是我们这里 有一个房子 特别地适合您 我的菜都是 让我的家奴 去菜市场帮我买的 买的 但是你可以吃到最新鲜 新鲜采摘的 最新鲜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自带院子的 要平时边上这些高楼 就是说他们这些 都根本就 就是准备了衬托你 就是他们你看 这么一点点土地 要盖这么高楼 你就用这么多土地 就盖这么一小间 说明了什么 踩不到光 大气 虽然就是边上有很多高楼 但是你可以看这个阳光 可以在这个 就刚好 照射之内 对 因为这些高楼 刚好照得到 因为这些高楼 都是设计好的 就是不能影响到 这家的采光 就这一家这么厉害 对 因为我们是 等于说买这一家楼 送四栋高楼 送还是送 但是因为他们 就要考虑到 你的这个环境 所以说他们的高楼 都是建得很远 建得很远 就是说你就是玩 边上这些都是沉 有多远 就绝对不会影响到采光 而且就是说 你在这里一坐 就像边上的这些 就是一点光都没有那种 全都是光 甚至是木管 他说哇 这是谁呀 只有最有钱的人 才有这个资格 住在这里 就是目光 也算光 原来爸哥是这个意思 爸放弃吧 这波要被我单杀了 真的 来吧 竹董你再看看吧 再看看 真的不错 看看周围人的目光 平时可以 上上步什么的 而且你可以 你看你说你住在高楼上 是不是闻不到这个 最新鲜的这个空气 是不是 你要保存健康吗 住在中间 好像也闻不到 这里有树 好了好了 爸哥 第一次机会 可能你没有把握 就叫小鱼 蒲总 讲 我是奇摩鱼啊 蒲总 我先给你介绍 你是谁不重要 快给我推销 我先给您介绍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 城市的光污染 我们都知道 光污染是由于 高楼大厦林立 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 反射的灯光 反射到天空 反射到大地 让人们头晕目眩 让鸟儿失去方向 让大自然失去生机 我们晚上都看不到 夜间的星空 你设为一个明星 您一定需要我这款房子 这款房子它没有窗户 意味着除了自家柔和的灯光 您一点外面来的 感觉这个哥 给这个总裁送走了 是不是 您这个屋子 包括一点的光污染 一点的反射光 一点的目光 您都看不见 作为一个代明星 您平常生活在这样的屋子里 新风系统一开 不用担心唤气 柔和的灯光一开 天上就是星空 您信吗 爸哥 点评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他说什么高楼 什么鸟儿失去了 就你这一层楼 还鸟儿鸟儿 鸟儿都飞在你上面的 您没有看见这棵树吗 这棵树 就是鸟儿最美好的家园 我就看没有窗户 没有窗户 不是啊 你当你起床的时候 是不是 就要第一道阳光照射进来 打开窗户 闻一下外面的鸟语花仙 我这一栋楼 它就很合适 你这道楼也没有 你这个有窗户 有窗户 咱不可以打开窗户 但我们可以打开门 只要一出门 外面鸟语花香 这里还有个什么 就是晚上睡觉 我不能关门 晚上睡觉 当然可以关了 晚上睡觉 把灯一开 漫天的星空 晚上睡觉 没有窗户 怎么开星空啊 那个 把灯一开 星空灯啊 就没做过劳斯莱斯啊 你们第一轮 我都不满意 第二轮 再给你们一人一次机会 实属 实属不是水平不行 这房子是真不行 怎么能被窗户呢 好的销售 可以推销任何房子 小鱼 你这一句抱怨 我就不爱听了 你啊 大哥抱怨过吗 对 大哥 他刚才马上就要说出来了 让后背看一下 好的销售 应该做什么 蒋 蒋总 你平时喜欢去动物园吗 喜欢 你喜欢动物园是不是 这里有一 有一 有一间房子 你看 就是你 先给观众展示一下 你就不用去动物园 他也能看到动物 而且我们这个大象 是经过合法手续升级的 大象 对 你喜欢大象吗 我看了 那个鼻子 撐啊撐 那个 我像是喜欢大象的人吗 八哥 你觉得 我是那笔小星吗 朋友们 他这个大象放进冰箱里去了 这个大象 就代表着你的地位 我的地位 就是个食草动物 连当乐视者都不配 对不对 你说 你买了一个 就是与众不同的 而且别人不能拥有的 象 你 其他人都买猫猫狗狗 但是 我买了这个房子 有一头大象 对 你就是最尊贵 最与众不同的 你就是 至尊 可以考虑一下啊 大象 让小鱼 讲一下他的东西 扑走 我们的 这些东西不要来 我们的这位 这个房子啊 完美地解决了 上一个房子的不足 上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没有大象吗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没有大象 同时 它居然有窗户 扑走 您看 只要您买了这个房子 只要每天早上 一推开窗 鸟语花香 但唯一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 但是也不成问题的 就是它根本就没有门 您入户 拎包入户 等于入土 不是 连拎包入户 就等于 开了 买我的橡屋 买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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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橡 就如同 海鲜吃橡拔棒 你就是 宰橡 感谢 精彩的小剧场 我这房子 怎么没有门啊 是一道图形 规律题 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开动自己的小脑筋 现在你们也和 这个缺审美公司 有同样的答题时间 和和就这 我已经选出正确答案了 哦 不愧是我们 头脑聪颖 你俩有想法 年轻有为的 你俩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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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这逻辑题 大学不少做吧 大学还真没做过 真没做过 一般都是小学三年级的提议 哦 真的 小学三年级的同学 一秒钟就可以看出答案 一秒钟 再看看吧 一切是一分钟 我们把 好兄弟们 都选不完吗 我觉得 少年那 咱也其实找出来啥 不会吧 不会吧 然后这就是一个 什么 交给命运 把他交给命运吧 好不好 八哥 他他是对称 哦 四 三 这个 这两个都对称吗 这个不对称 时间到 时间到 请准备出答案 D吧 这两个都对称吗 三 二 选择D 一 给出答案 不能改了 你们的答案是 呃 等一下 我再想 三 二 C 确定了 C 答案是否正确 C 回答正确 哦 哎 不错 公司高层会议紧张地进行着 突然一个电话铃声响起 抱歉老大 我忘记关静音了 一个人匆忙地跑出办公室 压低声音说 要动手吗 好的 明白 挂掉电话 打开微信 给一个叫小雅的人 发了一条微信 东西呢 很快传来的回复 去前台 只有简单的三个字 前台放着一个纸盒 打开一看 是一个普通的U盘 这个时候 黑客 黑客小雅又一条短信传来 插进电脑30秒 所有的数据都会被删除 而且无法恢复 没得选了 你还好猜 室内高尔夫 yes or no 怎么说 我建议yes or no 有个猜一个 来来来 有个猜一个 来来来 有个猜我就放进去了 这一轮挑战完之后 我们将进行胜负的决算 这把钥匙拿下了就拿下了 那一定拿下 我对你有信心 拿下拿下 即时开始 开始了 已经要开始 即时开始了 你问问题 是一个字 no 两字 no 三个字 ye 吃的 ye 辣的 小yes 小yes 那个 用碗装的 yes 小yes 小yes 麻辣 yes no 辣的是吧 小yes 也可以no 也可以yes 水女鱼全身 no 肉类吗 no 呃 no 呃 地方特色吗 no no 鸡蛋糕 no 煮的 yes 呃 呃 part of yes 汤 no 有汤吗 有汤吗 yes 啊 有汤啊 三个字是吧 yes 有汤啊 麻辣 no 你再猜过一次了 挺爱吃麻辣烫啊 感觉你对麻辣烫有主爱 喜欢吃几块钱的麻辣烫 我也爱吃麻辣烫 面吗 yes yes 装便面 yes yes 快换快换快换 哎呦 超人 啊 no no 两个 yeah 吃的 no 用的 no 景点 no no 交通工具 no 地名 no no 生活有关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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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常见吗 no 还有两分钟 maybe 哈哈哈 人 一个 一个 no no 两个 yeah 呃 吃的吗 yeah 吃的啊 呃 辣的吗 no 树的吗 yes 树的哈 啊 青菜吗 no 两个字 那个树的 豆腐 no 豆制品吗 no 有当地特色吗 no no 呃 两个字 那个 不是呃 树的是吧 呃 连 核里的吗 no 涨在地下吗 no 呃 no 花生 no 啊 这个花生长的 大的小的 呃 小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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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吗 yes 快 西瓜吗 no 吃水果吗 yeah 水果是吧 yeah 将腰吗 yeah 哎呦 恭喜恭喜 答对两道题 在规定时间内 奖标会上 九马匹看着电脑 一片空白 面如死灰 旁边霸油条的电脑 以示难评 啥都没有 两个人面面相去 咋回事 方案呢 主持人有点无奈 缺什么美 没能力 你们到底讲不讲标 电脑还没调好吗 此时两个身着风衣的男人 远远站在人群外 一脸忧怨地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屏幕 叹不止不住的叹息 就互相 咋回事 这是他两个父亲 然后互相叹气 对 其实他俩父亲是一条线的 但是孩子不知道 孩子是互相竞争的 双方之间 他把双方的那个公司的东西 全都没了 对 因为我们本期的规则是 在规定时间内所占格 自多的一队则获胜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九宫格上是4比3 所以今天获胜队伍就是 没能力队 鼓掌 恭喜 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 恭喜你们 接下来我们就先由大家一起 进行复盘环节 这个故事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没能力公司 和对面缺审美公司 是两家死对头 其实是两家死对头 然后我们在这个一次 一个项目的招标大会上 碰见了 双方都不约而同地 采取了非常愚蠢的办法 就是想要通过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来搞垮 搞黄对面的招标方案 首先我们 我作为没能力公司的总裁 之所以对对面的公司 有这么大敌意 之所以这么渴望 这一次招标的成功 其实是因为我的身份 私生子 我是私生子 对 我希望通过这次招标的成功 来向我的父亲证明自己 有能力 所以我选择了 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想要去赢得这次的招标 招标会的成功 但是我们其实还不知道 你们 你怂总裁 为什么也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情 我的这个爸爸 这个董事长 交给我的这个任务 让我去跟你们进行这个竞争 最后这个我们两个人的父亲 同时出现在会场 然后因为我们彼此的这种 不正当的那种竞争 造成了我们都失败了 失败以后都受到了这个父亲的责骂 然后我们也发现了 原来我们彼此是兄弟 表兄弟 然后因为知道了彼此是兄弟 就把曾经的这些过往都放下了 然后携手共进 共同发展 创造辉煌 这个听说废柴精酿 推出了断篇三天忘忧酒 咱们就一起喝点去了 对 就都喝麻了 圆满 圆满 圆满了 感动了 我 圆满 圆满 其实今天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就是 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关系 一定是良性的 我们一起赚钱 我们一起进步 如果走向了恶性竞争 双方都一定都是输家 对 然后也希望就是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年轻人要好好奋斗 坚持梦想 不要天天妄想 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获取不正当的收益 不正当的胜利果实 这些不当得利 最终都会失去 永远陪伴着你们的 还是你们自己的能力 还是你们用自己的双手 打拼出来的天下 好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 年轻人要坚定理想 好好成长 好好成长 坚定理想 让我的小秘书抱抱 为获奖队伍颁奖 那我们就让最喜欢抱抱的 习摸鱼来帮我们领夺 这份奖状 来 坏事了 来 坏事了 来 我们把这个饭提起来 好 我们进入废柴不废颁奖环节 我的这一看写出来就是学的 有点疑似的 老板 怪狼吗 你们怪狼 好了 说过呗 最后节目终于到这一期 这里就结束了 愉快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但是下周我们还有 这一季行刑拔废缠 最后一期 拜拜 拜拜